在炎热的夏天 有一种植物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心情烦闷 它就是弹竹叶 虽然它的叶子与竹子相似 但它并不是竹子 弹竹叶可以用来煮凉茶 下面的根块和叶子都可以煮水喝 这个不起眼的小植物 传说还帮助张飞打过胜仗 相传在东汉建安19年 曹操势力正盛 魏已经取得汉中 在诸葛亮的建议下 张飞准备讨伐曹操先锋张飞 张飞急功不下 便在阵前叫骂 但张河不理睬 坚守不战 张飞火冒三丈 口舌生疮 众士兵也烦躁不安 诸葛亮听闻此事 派人送来五十瓮加酿 并嘱咐张飞一计行事 张飞将酒抬到阵前 自己狂饮 张河发现上当后 传令夜袭张飞赢 结果大败而逃 原来张飞使的是一条诱敌之计 他们白天喝的并不是美酒 而是一种汤药 就是淡竹叶 认识淡竹叶 这个夏天不再烦躁 可惜的是 现在的淡竹叶 越来越少见到了 如果在山上遇到它 一定要好好珍惜 现在可是可遇 不可求的植物